大家好,我是紫荊 我今天就来宣传一下小田龙阵他的强大之处 那我觉得玩一个角色,你一定要了解这个角色的技能和技能范围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就有机会被别人手死和看穿 先说进攻的地方,小田最常就是站在左右边的底角 那这个位置可以做抛头或接球背转身头栏 会玩的小田就会在这个正方形最边边的位置站着 因为这样子背转身才能拉到最远的位置,也能接球抛头去迷惑队 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抛头是可以球快到手才按 那为什么你觉得对方是拳王呢? 因为你们太早按这个接球抛头了 你这么早按,对面肯定拆你只用二端 不然你就是在这个正方形最里面 你站这么近,背转身,很大机会也是干了 那应该大几率是抛头吧 那高端长的小田都是很多元化的 你可以假装抛头,然后秒按加速接球背转身 一早开这个加速,结果最后一刻是接球抛头 甚至假装接球抛头直接上拿 那当然你一开始不用这么复杂了 你只需要学会用这个球场就可以了 球场的凳子是最适合那你练习接拋的位置 和最远的距离去出手和时间点 因为它这个凳子很明显就是你这个抛头和背转身的位置 那你看你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个球场 原来是这样子用的 你如果阵容上要小田去分担进攻的话 基本上最好的就是攻城、腾增和集训流传 因为这些都是能够假头真传和吸引斜防球员 让小田他有足够的发挥空间 只要你理解了小田的接拋、背转身距离和范围 那你就比一般的玩家强了 要怎么更上一层楼 怎么操作最后一个接球和用加速的时机 这些都是要时间去磨练的 那小田龙阵它更强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其实弹跳高度也蛮高的 它盖帽能力就是盖头篮内心的其实非常好 并没有就是它封空框这么拉垮 而且它的速度能够让它最早到达这个篮圈 在双塔情况下 它作为副拔很容易抢到篮板 那这球它就是能够在最远的地方 比别人更快达到这个篮板 然后你还要理解到这个加速其实是可以撞停别人 然后能给上这个黄色炎杆给到对手 这一点我觉得在台服的情况是比较少人用到小田龙阵 它这个黄色炎杆的 那这个黄色炎杆在你面对集训仙道这种球员 你可以给盐杆然后回去抢篮板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手嘛 对着工艺也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 除非你很有信心你能够把它盖下来吧 那你作为一个工具人 你除了就是去捡球之外 你还要找机会去投机去得分 然后做出好的胆差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小田龙阵它的缺点就是 它就有一个单板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风攻宽能力是比较差的 你面对福田或许一般球员的攻宽 你的位置要调得非常好 你还要找时间去出去踩干扰啊 你不一定能够及时回到你的位置 去做出最好的风阻 即使你带上轰重战斗 或者摇摆人这种特质的情况下 你位置还是要调得非常好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对于小田龙阵 就是的玩家是一种挑战吧 但是你如果要打比赛 或者你打高端场 工程配小田再配上神或是木木 这个大空间阵的情况下 其实你是没有什么选择的 除非你像JD和HOT那样 就是把木木放在里面所内建 然后用小田去做干扰或者封阻 然后回去抢篮板 那这可能是一个解套的方式 像这样 我一定要封到一点 求求你了 你不要去封一点 你封不了的 你去找木木去封一点吧 你滚开吧 为什么你要这么执着封一点 你封不了的话 你就放弃 我不想再看到你封不到了 什么 你不相信我 唉 我真的不忍心看到你再封不了的话 为什么我打女人这么准 但是我却封不了一点 但是我却封不了一点 为什么 算了 我还是不要女人了 我回去练封一点吧 其实我也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小田龙真 他的功用在进攻上的那些小细节 然后反手舞这种就是给到干扰 然后回去抢篮板 或许直接冒下来 这些都是需要经验的 甚至在亚洲杯 像就是15岁他那种 剪刀剔板球 立即使出背转伸头篮 这个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操作 那这些都不是我现在告诉你 你就能一击做到的 那你要怎么去面对别人的反手 去更改自己的站位 所以这都是小田龙真很重要的操作 那我自己比较少用小田龙真去做一个单板的情况下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用空杖摇摆和冲小篮板 因为他的加速是特殊加速 就是能够吃到多两点的那个篮板素质 那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然后就是我如果是在双塔的情况下 我会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从墙跟双塔都带上 不一个摇摆人 因为就对面有可能是公益的顶头阵 那我就会觉得蓝板比较重要 但如果对方是比较着重于公宽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不带这个蓝板的大特质 我会带上这个三防的潜能 因为我觉得盖下来会比较好 因为我对小田龙真的加速就是使用的比较有信心 我就会带充斥封盖 那如果你们没有那么信心的话 可以带这个灵动防守 因为他是一直存在的 不需要在加速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对小田龙真的理解的潜能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那希望喜欢我的人可以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